在很久很久以前,我们的武汉有一座蛇山。 有许多同学说了,哇,唐光老师怎么搞得这么神秘啊,还蛇山呢?我从来没听过。 接下来,咱们穿越到的这个地方,就是曾经武汉的蛇山。 在蛇山这里啊,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传说。 说啊,当时呢,有一位姓新的老人,在蛇山呢,开了一家小酒馆。 这位新老人呢,他为人非常和善,而且从不以貌取人。 有一天,这个小酒馆就来了一位穿着非常破旧衣衫来里的道士,想要讨杯酒喝。 这位新老人呢,二话不说,马上就送给了他一杯酒,而且也不要收他的钱。 从此以后呢,这位道士每天都会来讨一杯酒喝。 那就这样一直过了很长时间,临走的时候,道士呢,为了感谢老人,就拿出来了兜子里的,放的那个橘子皮,随便的在这个墙上画了两只黄鹤。 那当时啊,这只黄鹤呢,哎,画上去之后非常的形象栖栖如生。 当时临走前还说,哎,等到时候有客人来的时候,这只黄鹤呢,他们真的从墙上跳下来,并且呢,给大家跳舞来祝兴。 那就这样这一件事啊,被当地许多百姓官员,甚至于皇上都知晓了,许多人都想来这个小酒馆看一看黄鹤究竟是怎么跳舞的,这不是鲜鹤吗,对不对? 那就这样,一个小酒馆慢慢的呢,就变成了一座大酒楼,而当时的那个新老人呢,他也成为了当地的大富豪了。 又过了十年,这位道士再次的回到了蛇山,回到了这个小酒馆,看望新老人。 那此时此刻,道士回来,其实是为了报答新老人曾经对他的谦卑酒之恩。 那道士呢,当时看见了新老人,真的变成了富豪,哎,就夹着那一只黄鹤,新去了,就上天了。 刚才老师讲的这一个传说故事呀,到最后,人们为了纪念新老人,纪念那个道士,就在这里建了一座大楼,对不对? 这座大楼是什么样的呢? 啊,就这样子的,那他在今天就被称之为是黄鹤楼了。 咱们在武汉生活的孩子肯定知道黄鹤楼,对不对? 也去过,我们可能没有在武汉生活过的孩子,哎,像老师这样,可能去武汉旅游的时候,也来到过黄鹤楼。 好了,那么接下来,我们要学习,在唐代的时候呀,也有一位诗人崔浩,他也写下过黄鹤楼。 就是说,黄鹤楼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,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,对不对? 那我们没去过的孩子,还不如真的去依探究竟呢? 那我们首先先来读一下崔浩的黄鹤楼吧。 黄鹤楼旁崔浩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秦川历历,汉阳树, 芳草天心, 英武舟 日暮相关,何处是, 烟波江上, 使人愁 鸡肉 黄鹤